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金波把他双手放在他的脸前面 主要是显示他的背阔肌 展现整体上半身的V字感 这个动作给我的感觉就像改良版过后的 肩美腹肌与股势头展示 两指动作都是一定程度上 主打上半身的V字感 还有下半身整体的流畅度 还有一个主打宽的Posing 就是金波 在做完上一个Posing 他就把双手往外展 以占据更多的空间 主打一个宽的Posing 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大杰以前五年前的他的Posing 但是大杰在他这个Posing上加了一点小心思 就是他在这个Posing的尾端 加了一个走向外旋的动作 通过这个向外旋的技巧 他更加把他的背阔给打开 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尝试 如果是把走向外旋的话 你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你们的背是打开了 唯一可惜的是 金波这一次他的全新Posing里 他不会加入这个双手向下压这个动作 也是男子前提一个非常经典的Posing动作 那根据他的背赛教练所说 因为这一次主打的思路是宽 虽然这个动作他的张力是非常的好 但是根据他的教练伟干所说 这个Posing动作会把金波显得更窄 因此他打算在这一次葡萄椰职业赛中放弃这个动作 不过有一说一 金波在这个影片里Posing时候穿的裤子真的好看 都是韩国男生上健身房的时候所会穿的裤子 这个裤子的设计还有材质的选择显示了硬汉的风格 相信眼尖的观众你们都发现了在这个Posing video里 金波是没有展示他的背面 那我相信他背面的Posing应该不会改变太多 有可能他的Posing风格是他两个星期前所发布的这个影片 那金波的背还是依然的非常的干 圣诞树 斜方都看到拉斯了 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得出金波的背是进步了他的大小元机 比起在日本职业赛的时候是更加的大 金波他的背的天赋其实还蛮强的 已经是到达了奥赛的水准该有的形态 那什么是奥赛形态的背呢 我指的是我心目中奥赛的背 那我个人认为除了斜方够大背过期够宽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腰伸 这个腰伸不是靠减脂就能得到的 这个也是天赋的一种 你们仔细观察金波他的背 就我们不看上背还有中背 看他的下背那个V字感很强 仅仅这样看你可能察觉不到金波的背是有多么的强 很多人都说他的背不够厚 那你们这样看的话 确实是看不出金波的背的震撼感是有多么的强 可是当他一跟个别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就看得出那一个分别了 我们看看这个日本职业赛的时候 金波的背简直就是秒杀 我们再看看金波背面的腰身 是不是非常的V 非常的窄看起来 相信各位小伙伴们看到了金波这个背的对比过后 不会有人觉得金波的背不够厚吧 根据金波本人所说 他将会在9月4号北京时间飞往到葡萄牙 葡萄牙职业赛是当地的9月7号举行 希望金波带着他全新的posing 能够凯旋回来 获得直通奥赛的资格 说到葡萄牙职业赛 我相信这一位如果他有参赛的话 他绝对是金波最大的竞争对手 City是在上一个星期赢了意大利职业赛 获得直通奥赛的资格 那如果谈起谈正面 我不觉得他的正面比金波更好 金波胸肌的饱满度 以及整体的V字感 我本人是觉得比City是更加的好的 City腹肌的刻度是他正面最强的一个部位 6块非常明显 轮廓也是非常的美 非常的整齐 普遍都是黑人该有的优秀基因 那谈起他的背的话 City的背绝对是非常的优秀 给我就是北京拿卡的小黑 加强版的感觉 无论是质感 刻度 肌肉的纹理 还有形态 都已经是到达了顶级的水准 除了背面迎金波之外 还有一点 他是完胜的 就是他的高度 City据说好像是有192 非常高 还高过班克斯的一位剑体选手 高度会不会为他加分 肯定会的 至少现在我们知道 高个子的剑体选手 在联盟的眼里是非常吃香的 City一进波 两人心态各有千秋 一个是日本职业赛冠军 一个是意大利职业赛的冠军 只能说两位五五开 一个正面非常的强 非常的充满男子剑体味 一个是背面强 可是没有到碾压的地步 最重要的还是看当天谁的状态更加好 那谁就成为了当天的冠军 说到意大利职业赛还有另外一位 也是会去参加的 就是这一位黑暗霸王龙 他已经官方宣布了 他的古典首秀职业赛 就是这一场葡萄牙职业赛 比较有趣的是 网络上大家对他的评价有好有坏 不喜欢他的人有人说他的实力被过分吹崩 还没有到非常强的地步 在网上的照片尤其是在ig里 每个人都像一位奥林匹亚先生 都拥有把上一届的奥林匹亚先生给干掉 其他人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拿灭霸为例子吧 照片里的比例真是夸张到 你会误以为他就是奥林匹亚先生 但是实际上嘛 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说为黑暗霸王龙 他的实力还是有的 虽然他以前爆红的视频 都是看得出经过进新世纪的背景 背景看得出是有团队帮他操作的 已经是到达了摄影棚的那一个水准 当然也少不了圣光的加持 那黑暗霸王龙他的实力到底强不强 我认为嘛 是非常的强 不过通过他以前的视频 我们都看得出 他是离他狗点上线 至少还有一个2-30磅左右吧 还要需要把体重给压下来 那时候我所担心的 就是黑暗霸王龙 把他的体重给压下来过后 他到底会不会失去 他非常强的饱满度呢 那他最近的体态更新 我们也看得出 体态的确是越减越干 维度也减下去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的饱满度还是依然在线 依然存在的 他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把他身上最闪耀的一点也就是 饱满度给弄不见 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 黑暗霸王龙的肌肉质感也是非常的强 很成熟 纹理刻度都非常的棒 他的胸肌面积非常的大 很饱满 手臂也是他的想象 在做车掌胸肌的时候 再配上他的细腰 看起来还是蛮古典的 令我最惊讶的就是黑暗霸王龙 他是能够做 鼓点这个真空服的动作 因为在很多的视频里 你在看他的个人展示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他 做出任何真空服这个动作 有可能他会在葡萄牙之夜赛 展示真空服 也有可能不会展示 黑暗霸王龙 他的爆红到底是不是经过 团队精心的设计 还是被过分吹捧 在来临的葡萄牙之夜赛 我们将知晓答案 到时候见真章吧 好了下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拉斯哥 那很不幸的 拉斯哥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真是不敢相信 因为年龄只有30岁的他 竟然那么快就离开我们了 拉斯哥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IFBB Pro 今年3月 我依然还记得我报道过他 当时候的他是想从泰国拿卡赛 以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女朋友交代了 拉斯哥是因为脑洞脉瘤而去世 为何会得到这个病 首先希望大家不要断定 因为他常年保持低体脂 用了非常多的科技 导致他得到了这个病而去世 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够确定的 还要等医生的报告出来我们才懂 如果有看过拉斯哥的访谈你们都懂 拉斯哥对于他的血检报告是非常注重的 一年都会验个三四轮 各项指标 肝 肾 血管 血压 胆固醇等 都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他也公开表示过 他年轻的时候很无知是用了很多大量的科技 导致他PCT过后都不能够恢复 搞同的指数 因此他现在只能靠TRT保持正常的搞同水平 就算是从泰国拿卡赛的时候 他的剂量也是非常的低 全程都是由Coach Grade所超到 以确保他的安全还有健康 血检报告虽然能够告诉我们身体哪里出了毛病 但是很多时候有些病是不能够咽出来的 那什么是脑动脉瘤呢 我上网查了查 脑动脉瘤指的是脑部其中一条血管出现了隆起或者是骨障 这个隆起骨障啊 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而这粒气球它就像一粒定时炸弹 那很多人说 诶 这样子拱起来不会有任何症状吗 如果拉斯哥提早发现这些症状 他就能避免死亡了 不过非常可惜的 大多数没有破裂的脑动脉瘤啊 它是不会有任何症状 他是个去世的前三天 根据他女朋友所说 他感觉到他的颈部非常的痛 他破裂之后 与这边的描述是一样的 颈部僵硬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 颈部僵硬应该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 有可能觉得拉伤而已 这边说了 如果这个脑动脉瘤 这个气球破裂的时候 通常出血只是一个几秒钟而已 但是这个血液可能对周围的细胞 造成直接的损害 而且可能会杀死脑细胞 也会增加你头内的压力 压力过大 就会导致你大脑的供血 还有供养中断 而导致死亡 那我相信拉斯哥 他就有可能三天前 这个脑动脉瘤 有可能在还没爆的情况下 弄到他的颈非常痛 然后在三天后 也就是发现他死的时候 这个脑动脉瘤就突然爆开了 脑动脉瘤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病 它一旦发生了 他的死亡率是高达40% 就算第一次破裂 能够幸运的生存下来 这个病嘛 还是继续会来 第二次如果发生的话 死亡率是高达80% 那这个病很难被发现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吗 那非常可惜的 网上只是提到三个方法 是能够预防 第一就是不吸烟 第二就是确保 你没有高血压的问题 然后第三就是不喝酒 那我据我所了解 拉斯哥不抽烟也不喝酒 而且血压长年都保持在 很好的水平 只能说这个病来得太突然了 为何他会得到这个病 而且为何这个病突然会爆发 我们只能够懂医生的报告 还有他家属的交代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